聊聊些賭業股 有朋友問 就是1928就是問金沙的 它20.4有貨 怎麼辦 不過我想說 跌幅現在收窄了 低位是17.52 現在就是跌到1.5%左右 你一樣只能夠守 你問負面上面是負面的 但是沒有穿回9月的低位是透銷的 金沙之前高位最低 你都預計了指摘位要定在15元的地方 否則你定過很近的指摘位 很容易打指摘的 但是這一刻其實今天這樣跌下來 如果又能守到50天線的話 又會比較容易打指摘 你今天的低位就是剛好正正50天線的位置 你不穿那個圖 可能又有轉機 所以首先高位有貨 第一分我會建議就是不要亂扣貨 不要無視政策奉獻位置 但是有沒有差到 或是馬上馬上要走光 就像剛剛之前開始這樣說 我們都覺得以守為主 其實要你的守已經很進取的 所以我覺得先守過去 50天線不穿 他就拿著 再進取一點就是以52周的大位來做指摘位 但是我就未必覺得 就看看今天的走勢是怎樣 我覺得又未去到這麼進取 穿50天線的時候 我覺得金沙這些始終都是 避一避 始終政策風險比較大 但是就50天線了 應該守得住 守得住就散過去了 是 好的 你的詞語都是局錯是嗎 是的 是的 對